听一下,好的,哥们,我给李哥打个电话 我给李哥打个电话 围裙好看 围裙好看吗,家人们 我给李哥打个电话 他怎么在盲线中 您好,您拨打的户户以关机,请稍后再拨 什么情况,家人们 您好,您拨打的户户以关机,请稍后再拨 怎么是以关机,他开了飞行模式吗 你还有多久到呀,你还有多久到 我准备先给你煮一个腊肉 然后待会儿你倒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他视频,他视频也没有接,家人们 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 给他发了一个信息 我现在烧水了 烧水了 你们的事情 不该打扰你的人 最近没有打扰你了吧 哥姐姐们,没有,没有 就是最近的话怎么说呢 李哥跟,我给你们交代一下 最近李哥跟那个陈阿姨已经面谈过了 然后说的是 嗯,等 反正就是李哥的妈妈现在跟李哥之间出现了一点矛盾吧 好像李哥,因为你们那天也看见了 我说你不用给那个陈阿姨打电话 然后他就打了嘛 然后好像李哥妈妈有点不开心吧 也不开心 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我都没想到 真的哥姐姐们,我都没想到你们这么的支持 家伙跟李哥 就是走到一起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哎呀 我觉得主要是听李哥是什么态度吧 哥姐姐们 我看李哥是什么态度 不要提名字 我已经提了 好事多么吧 对 我主要看李哥什么态度 你这是在哪里 怎么天还亮着 我在家里面要够急吗 我在家里面 嘉威贝姆很苦 是的,贝姆是苦的 先把米饭做上 对对对,够急吗 我先就是 那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吧 我把手机放在这里 或者我把手机转过去 然后等 我先把米饭给它蒸上 蒸上了之后 待会再说哈 今天我们一定要表个态 一定要他表态 是不是啊 那家伙们这样吧 待会你们 李哥来了之后 你们自己问他 好不好,你们自己问他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我去一直对他说 非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我觉得 本身他压力就挺大了的 但是你们不一样 哥姐姐们 其实你们在李哥的生活当中 扮演的是他的家长 真的 扮演的是他的家长 我们替你问 哈哈哈 家长们你们愿意替家威问吗 最好等他来的时候再煮饭吧 他有时候不来 你煮好饭吃不完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问是不是 对,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如果你们都愿意帮家威问的话 那待会等李哥来了 你们就 你们就问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尴尬的 对我来说有点尴尬 估计李哥快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不接电话 他里说点啥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已经在烧水了 我已经在烧水了 哥姐姐们 我把水放在里面烧着了 等 不客气 毫不犹豫的说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他心里只有你 好的好的 哥姐姐们 你们都让我先去做饭 对不对 这样吗 我看一下 这样我先去把米饭给他煮上 哥姐姐们 我先去米饭给他煮上 对 你的围裙好漂亮 我先去把米饭煮上 然后 腊肉的话 等先水烧开了 我去煮一下米饭 还会把米饭喝一辣吗 好 谢谢 加油 先生 好 我这样转过来吧 我这样转过来 这样你们就可以边跟我聊天了 然后再聊聊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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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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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那里有一家是那种商店 开的商店 然后就有那种打台球的嘛 然后我们这里的那种 很多年轻小伙子就会去那里打台球 我把门关一下吧 搁紧门我把门关一下 不然的话太吵了 好不好 把门关一下 是有点吵 是有点吵 我把门关了 普世的娃喜欢二人讲故事 对不对 我的水还没有烧开 我们家这里还放着一个沙发呢 放着一个沙发 家为你多高 怎么又得为我多高 我1米65搁紧吗 我1米65 我们家在镇上吗 我们家不是在镇上搁紧吗 我们家不是在镇上 我们家的话在那个 一个村里面 一个村里面 如果是镇上的话就还蛮方便的 不烧皮吗 要烧 要烧皮的 但是就是那个锅烧开了之后 哥几们 他那个不是烫的吗 把那个猪皮放在上面这样摩擦 摩擦摩擦摩擦一下就可以了 李哥不来了吗 李哥要来 哥姐们 李哥要来 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姐叔叔 你们都吃饭了吗 大家都想听我为什么不去当姑姐了 对不对 嗯 这样嘛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一次 但是如果哥姐姐们你们就是想听家威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再给你们讲一遍吧 好不好 哥姐姐们你们想不想听 你们想听的话我就给大家再讲一遍 我为什么不去做那个工作 好吧 收到了 谢谢 不客气啊 家们不客气 想听吗 哥姐姐们 想听的话你们就打个想听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好不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 想听 想听 行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下 嗯 我从头讲吧 我以前的话 我高中的话 我是在我们的县城里面读的 然后我的初中是在这里面读的吗 高中的时候不是每个学校都会有那种什么其他的学校来宣传这种吗 但是当时呢 我想着的是我去读那个定下生哥姐姐你们知道定下生吗 定下生有一个什么好呢 就是呃 不用交太多的学费 以后回来的话也是去政府的相关单位去工作嘛 然后我就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嗯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说可以去上海念书 而且 当时我对空姐这个概念的话可能就是工资多 然后又可以去各个地方 并且我觉得这个工作也算是体面对吧 我又可以帮帮帮助到我家里面 我也可以给自己长长见识 然后 高三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了一个面试 就是上海我读的那个学校要到成都 成都来去找西南片区的学生嘛 然后当时我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去面试了嘛 但是这个很久不好歌姐姐们 面试的时候我们这里 我当时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是一百多块钱吧 然后我们这里到成都的话 车费要一百块钱 然后从成都回来也要一百块钱 这样来回的话就是要花两百块钱了嘛 当时我提前提前一个学期去存了这些钱 我存了呃两百多块钱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面试 但是我是当天去当天回的哥姐姐们 因为如果在成都住的话 越多花钱了嘛 然后我当时我就拿着这两百多块钱 去成都参加来面试 但是我没想到有那么多人 哥姐姐们真的 我没想到有大概有三四千个人 真的三四千个人 而且人家都是穿的很整齐 穿的很好 他们都会穿那种西装 你们知道吧 都会穿那种西装 然后包腿圈 到这里的那种裙子 到这里的那种裙子 然后还穿着衬衣 穿着马甲这样 然后我当时我就 本来我也不知道要穿这些 然后他们就要求我穿这些吧 然后我就说 当时我兜里只有一百多块钱了 一百多块钱 我还要再扣去一百块钱的车费 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就跟那个招的那个招生的那个老师说 我能不能穿我自己民族的服装 给大家表演才艺啊 或者是干什么 然后最后在我百般的请求下 在我百般的请求下 那个老师就说 行行行行行 给你一次机会 然后这样好不容易我就进去了嘛 我就进去了 然后我当时所有人都是穿着西装 穿着那种裙子 只有我是穿着那种民族衣服 穿着我们的民族衣服 没有声音吗 哥姐姐们没有声音吗 不会吧 有没有声音呀 有很多家人都说都在说没有声音 然后我就穿着民族衣服进去了 一批一批的进的哈 就是十个人十个人进去 一组是十个人 十个人里面只要一个这种 然后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让我们先走一圈 走了一圈之后 让我们用英文自我介绍 然后还要随机考一下英文怎么怎么的 我当时真的很紧张很紧张 我第一次见到那种场面 我第一次见到那种场面 我就非常紧张 因为我想着哈 他我们当时有三四千个人 他只要三十个人 你们想一下哥姐姐们 然后我就我就硬着头皮 我说干就干吧 然后我就自我介绍 然后最后等待 在外面等待那个结果的通知 他是会显示在那个手机公众号上面 我就没想到 没想到我的初试就这样过了 我过了之后 我就好激动 好激动 真的非常激动 然后他就说下午 紧接着下午就会有第二场面 就是复试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老师一对一的 就是一对一的去考你的就是英文 等一下 就是复试的时候会有老师一对一的去考你一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但是很开心复试的时候我也是一路绿灯的去通过了 然后最后就是出社复试通过了之后就会有个终审 终审的话就是提交自己的一些政治背景 这种 然后也通过了 最后就是去体检 体检完了之后 当时体检费都花了一千多块钱 然后 但是这个体检费各位姐姐们 是我当时有一个助学金 我们学校有助学金 然后我就去申请了嘛 申请了 当时的助学金有一千块钱 我拿着一千块钱去参加了体检 体检了之后 回来还要再参加那个高考嘛 然后高考很开心 就是成绩也差不多 当时高考考了四百多吧 四百多 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有加分嘛 考了四百多 然后就顺利的去了那个大学 但是进到大学 有一件泛男的事情就出现了 就是学费要交一万三 真的 学费要交一万三 当时我 我们全家人虽然都沉浸在 贝鲁的那个喜悦里面 但是同时我们也面临了一个 学费的问题 然后 我的 我爸爸嘛 我爸爸就 我爸爸就去到处借钱嘛 去找我的亲戚朋友借钱 然后给我借来了 给我借来了五千块钱 然后 借了五千块钱 然后其实当时我真的非常不愿意去那个地方读的 因为我觉得学费太贵了嘛 我就不想去 但是最后呢 我爸爸一直支持我 我就说 那去就去吧 我就拿着他 他借来的五千块钱 还有 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 呃 助学贷款 我不知道各位姐姐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就是有个东西叫助学贷款 可以贷八千块钱嘛 然后当时我就去 我就去申请了 申请了就 有八千 八千再加上我爸爸给我借的那五千块钱 然后就这样凑合着去学校念书了 但是嗯 学费是有了 但是生活费又犯难了嘛 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的辅导员对我很好 他就给我找了那种勤工俭学的岗位 勤工俭学的岗位 然后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的周六周天就去图书馆呀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那种岗位去上班嘛 去但是工资也不多 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几百块钱这样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基本上很多学生